大家好 我是陈寗 最近我在看那 FB 小短片的时候 我是讲过我很喜欢看小短片 因为他会给我带来很多人生启发 有些很多有趣的影片 看了之后就觉得 我人生又被启发了 所以今天被启发了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关于戴不戴套的问题 这东西给了我一个隔行如隔山的启发 到底戴不戴套跟隔行如隔山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聊 如果你看完影片之后 你发现你有一个给了你人生启发的小短片 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个机会 如果看了真的人生启发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就开始啰 这一次这个影片是讲什么 为什么跟有套无套有关呢 其实就是大陆有一个综艺节目 那综艺节目 他就是每一集都会找一些很专业的人士 然后来做个小比赛 然后让我们看看他们有多专业什么的 这种节目很有趣 我常常看这样的短片 然后那一集我印象很深刻 他就找了一个医生 一个外科手术的医生 那这次要挑战什么呢 当然不是在节目上开一台刀给大家看 他要开刀的对象是一颗鸡蛋 他说 我们就由这个外科手术要做这个显微手术 然后要把这个鸡蛋抓一个小洞 差不多一平方公分左右 挖一个小洞之后 那鸡蛋不就破了吗 那破了之后 他必须留下里面那个膜 然后 把那个膜再切开一个大概一平方公分左右的一层膜 然后把他切起来之后 再从别的地方拿另外一块膜 把他缝回去 把这鸡蛋复原 我想这也太难了吧 鸡蛋这种东西怎么有办法这样复原呢 你后来想一想 不对 外科医生都是要这么做的嘛 你看 他把你的大脑打开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切了 然后再把你的大脑封回去 那不是也是复原的吗 比鸡蛋危险多了 然后我就看 紧张紧张 他先用那个小的那个膜的那个小姐手拿了 膜一个洞 然后 把里面的膜 用手术刀慢慢地切开 切开之后 再用镊子把它挑起来 然后 再从旁边剥了一块膜 把它切开 剥了膜 然后放回去 接着 拿两支镊子 左手一支 右手一支 开始 用那个线 开始缝合 哇 把他缝好了 就这样完成了 所以我就想啊 哎呦 这医生真的很厉害 你看他们都要戴套的 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 戴着手套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都知道嘛 这人的触感呢 会随着你有没有戴这个套子呢 有很大的差异 你没戴手套的时候呢 你摸什么都很清楚 你可以感受到里面的所有的细微的纹路 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不会弄错 可是呢 你戴了这个手套之后呢 哪怕它是薄薄的一层 它都影响你的触感 你就没感觉 所以呢 像我在弄音响的时候 一开始 因为常常在弄那个螺丝啊什么 那转久螺丝转久 那手都会长茧嘛 那我就想说这样子不好啊 不好看 所以我就戴手套 就出问题了 因为呢 那个螺丝起子 因为戴了手套影响手感 那转的时候呢 就没什么感觉 不小心呢 就转断 所以呢 后来我就不戴手套 就不要戴套子嘛 就是手呢 好好的保养就好了 就是这样子 可是你看医生不能这样子的 医生呢 他一定要戴套子 他的手套呢 有的医生 甚至他可能会戴两层 因为呢 其实你要知道外科手术呢 他有这个 这个手套穿刺的风险是很大的 你看呢 医生用的工具都什么样的工具 手术刀啦 镊子啦 如果骨科呢 还有电锯啊 什么的 都是一些很危险的道具 那这危险的道具呢 你不要说拿去切人啦 你有时候在那个 你的台子上切猪肉 都会切到手呢 更何况要切人呢 所以呢 他戴着手套 戴着手套 去做这样的事情 有时候他两层手套 然后呢 都是做那么细小的东西 我只能说 你可以试试看 真的很难 那个医生呢 可以做到这样子 戴着手套 然后把一个鸡蛋打开 再把他封回去 那我呢 是空手拿这个鸡蛋呢 都会把他捏破 所以呢 人呢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啦 我觉得这真的很困难的事情 你看这个医生呢 他就可以这样子 就是不戴着手套 做这么惊喜的事情 我呢 不戴手套 鸡蛋还不想啪 我之前跟我太太说 鸡蛋破了 掉在手上怎么办 我太太说 他就洗掉啊 让飞一颗鸡蛋 不然怎么办 可是很可惜啊 发生这样意外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医生很厉害 他们戴不戴套呢 都 这手都很灵敏 我觉得他不影响他的灵敏度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有没有戴都没差 但是呢 这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呢 我们就特别地可以感受到隔行如隔山的道理 你看 很多事情 你很想去做 你很想说 妈妈说当医生以后会赚大钱 我就想当医生 可是呢 像我就很明白地知道 我不适合当医生 为什么 我没耐心嘛 你看 第一个病人来的时候 跟我讲说 医生啊 陈寗医师 陈医师 我的这个 这个肚子痛 痛很久了 好 那去做检查 检查 没有问题 你心里有问题 回家 我就很想这样跟他讲 可是医生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第一个我没耐心就不能当医生 第二个呢 你看 我空手拿鸡蛋都会捏破了 人家戴着套子在做鸡蛋 还可以帮他缝合 你看光冲着这一点 我也没办法当医生 所以呢 真的 隔行如隔山 这就是这样的道理 那你说 不当医生做什么 我很喜欢音响 很多医生 他没有空去在那边比较 这个音响好听不好听 他就是想要有一套音响 然后他不需要 他只要掏出钱来 然后这套音响就会出现在他家 根据他喜欢的音乐什么的 然后呢 他的预算 然后统统把他搭配好 然后付了钱 这东西就出现在他家 以后呢 他去医院 然后累了一整天 回到家之后呢 就可以开心了 开始听音响 他要的是这样 所以呢 我的专业就在这里 他的专业在救人 我的专业在救他 所以呢 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认为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 天生我才必有用 这句话真的很棒 有的时候呢 你会想要自己去跟别人一样 所以你看啊 我的同学都很厉害啊 什么的 像以前 那个高中的时候啊 我看我的高中同学 一个一个的 那个化学很强啊 物理很强啊 什么的 我的化学考30分 他的化学呢 就考90分 就差这么多 每次的陈寗 那老师呢 看到我就跟我说 陈寗啊 你这样化学被当掉了 怎么办 可是呢 他看到另外我那个同学的时候呢 他就说 你化学考97分 剩下的三分去哪里 你是在冲啥 我想 跟我就说 陈寗你被当掉怎么办 跟他就是你去的三分 你看 从高中我就知道了 人是差很多了 所以呢 后来呢 他化学很好 他就去读了相关的科系 我化学不好 所以我就去读我擅长的科系 所以呢 人真的是这样 你不用一定要去觉得说 我一定要跟我的朋友一样 我一定要跟谁一样一样 什么的 不用过得开心就好 你做的事情是你喜欢的 是你擅长的 而你靠他赚到钱来养活自己的时候 你并不觉得委屈 也并不觉得痛苦 那么呢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也是一个很好的努力方向 不用强迫自己 一定要读电机系 一定要读医学系 不用 好好的找到你真的喜欢的东西 然后有那个毅力 有那个恒心 你可以把他做到最好 让你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这样子就不枉此生了 今天呢 就聊到这里 这个 看着呢 大家可能一定觉得 陈寗又要开车 车速有点快 没有 没有要开车 我的影片呢 一直都是各式各样 我的人生体悟 所以很有趣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那如果说呢 看完这影片之后 你觉得陈寗你的影片真的太有趣了 我一天不看你的影片不行 那么呢 第一个 你可以在我的资讯栏里面 找到频道会员的连结 旁边这里又超级感谢按钮 这两个都可以支持我把影片做得更好 那另外呢 如果你加入频道会员的话呢 你还可以看到我专为这个频道会员拍的影片 那也是一些不适合放在这个公开频道的影片 那你加入之后就可以看到他了 所以呢 就感谢你的收看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陈寗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